从小帮忙家里卖菜事业 长大后因为不敢杀生决定卖素食 如今成为台南素食自助餐的一方之霸 他是张宝人 从市场卖菜狼转换成买家的身份 在台南开了十家素食自助餐店 一年缔造出上亿元的营业额 回想起这段创业路 一开始第一家店相当顺利 没想到第二家店就让他跌了一跤 中间也曾经赔了几百万 终于在理出出餐流程 菜台摆设等经营之道后 成功打造了他的素食王国 第一个经营事业绝对是素食 你要对你的来客素 客单家客人的了解 第二个你要授权 你要培养培养底下的人 培养同事 然后让你是创造 我们经营者是去创造一个舞台 你把这个舞台创造好以后 让人家去花魂 好像是鸟笼哲学 你鸟笼放着就有好的人会进来 我们这辈子都在学习怎么站上舞台 站上舞台的那一刻便是被试了检验的时候 张宝兰退伍后就当厨师 烧烫炉果所在的厨房是他人生发乐的舞台 满足菜肴是他的表演内容 端出的菜好不好吃 观众回想也是最直接的反映在营业额上 每张发票大概114块 但是有时候一张发票它是两个便当 所以如果标准一点 客单价应该是在100块 我是说因为我们是发票 一张我们的发票数是处于营业额 张宝兰卖的是素食自助餐 一餐花费百元不是太便宜 这也是许多人的疑惑 为什么素食自助餐没有鱼没有肉 价格却比婚食便当店还高 婚的话你就是把你的排骨 控肉鱼鸡腿把它顾得很好 然后你其他的配菜可能是 比较普通没关系 所以你的相对厨师 专业厨师一定是比较少 像我们一餐的话 可能就是要50道菜以上 对 婚的就是5个主菜 然后可能4个配菜就比较好做 所以它的如果说商业模式的话 它是插在这里 婚食者的便当在意的是鸡腿排骨 但你不会在意配菜 只是三色蔬菜或是炒豆干 但素食自助餐得用丰富的菜肴数量 营造满座山珍海味 弥补少了鱼肉的空虚 成本在这多了一点 8点半上班 11点菜台全满 差不多两个半小时 基本的有50道菜 然后不够的时候再现炒现补 所以我们的菜 出菜的窗口有很多 有煎台 有包寿司的 有蒸笼 然后也有炸的这一边 还有现炒的 所以等于有1 2 3 4 5 跟出菜口在出菜 加上菜色要手工要精致 厨房人手比婚食店多 成本又在这多了一些 所以像我们的客人 50%都是吃荤的 他不是吃藏灾 所以你一定要有很多菜 很多道的料理 让他去挑去咸 他才愿意进来 如果我今天把我的菜 说到春价15样 他不会进来 对 所以我们的菜就是要 日式的 有意大利的 有什么卤的 煎的炸的 清烫的 他的食材不一样 料理的 国籍也不一样 他的菜色就很多 那你才能够让那些吃荤的人 便宜进来你的餐厅 去吃蔬菜 张宝仁的店 目前只在台南 至少十家奔店 成为台南素食自助餐 一方之霸钱 他只是个小小的市场卖菜狼 台南的宾那漆 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 我从高中的时候 办公办妥 我就在这里买菜 我本来是在这边卖菜 然后又变成在这边买菜 我卖菜 其实我卖菜主要是我 妈妈跟哥哥在卖 我是帮他们 所以我那个时候是在餐厅上班 早上餐厅是九点半上班 那我差不多三点半来这边送菜 从卖菜变成买菜 尽管角色兑换 时间一到 还是一如往常地出现市场 看你今天要看什么好料 让人家吃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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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头 构头 这个材料比较散 看你苛山它就比较大 比较大 苛山的皮银子 它的头就比较大 相对你这去掉的地方就比较多 所以人家煮好看就比较不要买 和底下主厨一起逛市场 只为了这个 还有就是说我们要知道 现在当季有什么菜 因为你菜就是当季捅新鲜 而且最便宜最好吃 因为你如果没有常常来菜市场 你会忘了说现在的当季的菜是什么 我拿叶菜就是剖菜 跟这个小白菜这个稍微固定 跟那个大白菜跟倒立菜 剖菜的话你们大概一天大概就要多少斤 如果一家店来 一家店剖菜多少斤 一家店剖菜多少斤 十五 十五十七啊 所以十家店就是一百七 这是民众喜欢吃的菜 对剖菜 那相对A菜就比较不是那种东西 A菜就发酷酷 人家不爱吃 掌握顾客喜好只是开店的基本功之一 但会这些还谈不上能够成功 然后是你有亏钱的吗 应该没有亏钱 那个时候应该账面上是没有亏钱 有啦 就是比如说一二月赚钱 第三个月因为那个便当盒一次要印很多 所以印便当盒那个月要支出七八万的便当盒的钱 就会亏钱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这样 我发现你学历该指账的这个东西是什么 没概念 就是纯粹要煮菜 那个时候也没有在算什么 摊提折旧什么都没有 比较没感染的支持菜 每一个厨师都是会煮菜以后就觉得会开店 第二年虽然没有亏钱 但开了第二家分店时 张宝仁却苦吞了人生第一败 就是自己不会经营店吧 所以说开两家店 我就要变成两家店都跑 每天就是假店 以店这样跑来跑去 问题很多 厨师也搞不定 然后生意两家同时都 第一家本来很好 结果开了第二家 第一家的业绩也掉了 因为我自己没有在那边经营 所以它就掉了 然后第二家也不是说很顺利 一开始开可能是100万 然后第二个月就剩下90万 然后80万60万 对啊 所以变成两头三万 只会做菜啦 不会管理经营 所以就很快就收了 这次失败了 长宝仁躲了好久不敢再爬出一步 直到前几年到台北和朋友一起合开自助餐店 这才让他重建信心 台北前三家的店也是不好 就是在测试 就是在测试 第一个就是市场的定位 然后第二个就是工作站的制定 SOP的流程 慢慢在测试的 亏了多少钱 你如果说亏了多少钱 1000万应该算有 对啊 那个时候第一家店也是开办费好像600万 也是好像做了半年还是9个月 虽然还是亏 但理出了店里出菜流程 还有菜台摆设等等 让台北的速食自助餐事业 一度拓到30甲分店 后来张宝仁觉得 这样台北台南两头跑不是办法 所以退回台南 把台北的成功经验 搬回台南如法炮制 我一开始做 其实一开始做也是做宗教书 那个时候店里面也是有佛像 会放佛教音乐 慢慢的 我自己觉得说 这个应该是健康 应该是健康书 就开始 每日无书果 周一无肉日 像我们现在就会推 每天一餐书 慢慢从健康方向 方向对了 那么市场也不会局限远游鸿海 反而能从中找到新兰海 我们要在这里立足 所以我们在这个商圈里面 我们有先观察过 这个商圈到底我们有什么 什么店 那我们应该要用怎样的模式 来做营业 所以你的市场有点在抢婚室的温室 对 因为我们做的东西 它毕竟是婚室做不到的 但市场从来不是一成不变 找外送商机兴起 自主才业者也得夹入转型 像现在下雨天又是冬天 它是对客人来讲的话 对消费者它真的是很方便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透过这些平台 外送平台去服务更多的客人 我曾经想过嘛 萝卜糕炒那个九层糖 萝卜糕炒蛋 它就不是自助餐的菜籽 它就好像是小吃 而且不是现在现有的小吃 比它有特色 懂得以善变应万变 不畏惧面对一泼泼洗来的现实挑战 不受环境所限才能过得精彩 一如美味的菜肴 令人一场难忘 看到这里小碧一定很喜欢我们的影片吧 大家好 我是凯纯 请帮我们按赞 订阅跟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咯